我这钱啥用 那我这房子也给她了 就给你个人存60万块钱 几乎就是你的工资 真是大姑娘坐花轿 头一躁啊 陪我度过余生 咱就双手奉上60万 女大三豹金砖 傍上咱大爷那就是傍上了金山啊 就是小姑娘听到了也按得不住啊 年龄要合适 最好得50到55之间 您今天多大岁数了 我今天72 跟您对着差20多岁呢 差20岁 不小吗 不小 您孩子现在多大呀 我孩子40多了 那您孩子知道您就是年龄这方面的要求吗 嗯 知道 他们也不介意 就是你长得比他们就才大10多岁 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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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刘姥姥金大官员 大海眼界啊 咱看了这么多相亲节目 可还是头一次要找相差20岁的啊 要咱来说这都能当孩子了 没想到大爷的儿女也是毫不介意 咱就好奇了这么大年龄了 咱大爷拿啥养活人家啊 我说岁的是女的身体相当好啊 那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女方可能大多数会觉得 咱年龄稍微比她们大一点就50多岁了 有没有过这方面的过程 当然我想了 其实我还比较自私 主要还是自私的角度下 我现在死了我幸福 那她没办法我只能在经济上给她更大的富裕 我想恐怕我给她留在经济上她后半生相用不了 不像说她来了我要跟她计较 那这个钱我给你 那个钱我给你不用 我的工资给你了 假如说你还需要什么补充社会保险 和医疗保险我都给你补充上 我留的钱啥用啊 那我这房子也给她了 就给你个人存60万块钱 几乎就是你的工资 今天相亲我要给这位女士准备了小零食 因为她高兴了 因为一个女人 她喜欢边儿去从头她 哎呀你啥 准备啥的事了 小孩儿童理智 儿童理智 儿童吃的小零食 我看看 真是泥丘钻洞 深藏不露啊 咱先前可真是永远不是泰山了 大爷70岁的年龄 能给人家60万 那这年轻的时候 指定也是个千万富翁级别的人物啊 就这60万一出手 不说比自己小20岁的能拿下了 就算是20多岁的小年轻 那不也是水缸里捉乌龟 手到勤来啊 咱大爷给不了别人长久的生活 那就给人家长久的富裕 也算是不亏待人家啊 也想不完美 人生没有完美 没生过孩子 人家都有孩儿啥 过年过节 这个孩子喊妈 那孩子喊爸的 我就孤了那个一个人 就是怀孕的事 完了做了个饮料 完一直就没怀孕 结婚两年以后吧 我问她妈 我说还要不要 她妈说谁给你勘呢 我家婆婆会打麻将 她说你做生意 我好玩 没人给你勘 你先再过两年 你说攒点钱你再要吧 那你父母这边呢 我妈这边 我家这边不行啊 我妈上班 我老爸在我上小约一年级的时候 就去世了 我就看了小孩儿都挺稀罕的 咱大姐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这一路上磕磕绊绊的走过来 却始终有一件事情是最遗憾的 身为人气区没有过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都喊妈喊爸的 就只有自己孤零零的一人 当婆婆的也是指一如既往的打架 要孙子方面却是不让常理出牌 按理说哪个当婆婆的 不愿意早点抱上孙子啊 可人家就是依托再多 只顾自己逍遥快活尽情享乐 最终还是没能让咱大姐如愿 找一个比我年龄大一点的 完了补充一下咱们父爱的那种角色 是不是完了对我好点的 乖一点的就行 那为啥你觉得年龄大的就能对你好呢 成熟啊 这些的阅历多呀 是不是 经历的事多呀 照顾照顾我 这个年龄大 就是我在你们俩见面之前 我现在给你透露一下 这个年龄大的这个叔叔呢 他今年72岁 你俩中间可能相差的年龄得在 17 17岁左右 这算数太快了 17岁左右 这个年龄范围你能接受吗 其实可以接受 这对我好得心 但是还要看一个演员吧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咱大姐这次铁树开花又逢一春 也不想着趁时间 还足够能生个孩子 就是想找个年龄大会照顾人的 红娘也是害怕到后来下着大姐 索性直接把大爷的年龄交代出来 没想到咱大姐也是直呼不介意 只要演员过得去 甭管柔异不如意 不会介意对方的年龄呢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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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傅 你叫傅大叔 傅大哥 傅大哥 现在不属于大叔控的管家 咱一玩玩就吃玩了 傅大叔 你姓啥啊 我姓石 石头的石 好 第一眼有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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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像七十二样 给我整体感光 就好像外观形象不是那么十分理想 但从他外观形象上还挺好的 他不化妆 稍微化妆还挺好的 这点挺好的 真是唱戏不看剧本 属实离谱 咱本来心都是操到大爷的身上了 生怕这长相身体方面啥的 不符合大姐的要求 没想到两人一见面 大姐是直言大意演员不错 挺中意的 大爷缺看不上大姐了啊 真是扁得挑水 心挂了两头 大爷觉得大姐的容貌欠佳 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特意给你买 因为你年龄这么小 我年龄这么大 就得像户贝一样的照顾你 薯片 这帮我干是吧 我也不太会买 挺好的 行 能吃吗 能吃吗 能吃拿吃 我来尝尝就行 拿着 你先拿着 拿着拿一个拿 谢谢啊 太好了 还有小区 外观不得好 叔 你没想中送啥零食 给我和阿姨都误会了 我这还有一些想中问呢 就是我就是没有进入 我的眼睛标准 那你是啥标准呢 你想找啥样子 因为长相 你看看你对长相 还是挺有要求的 当然长相也有要求了 你喜欢啥样子 第一身高 身高 体重 他要是体重 再稍微再稍微点的更好 他这也可以 身高多高 体重多少 1米6 体重100斤到110斤 他这116了 像120的快 那就明显咱也没说别的 肯定是越漂亮越好嘛 肯定能合到我的标准 真是矮子骑大马 上下两难 咱要是说大眼光太挑剔 是你修跳龙门痴情妄想吧 咱大爷还偏偏腰包里有实力 但是要说咱大姐相貌不行吧 咱还真的是挑不着毛病 但好在没到让咱大爷不习惯的地步 感觉好像 就好像没到位 所以 这事吧 我实在不好意思 女的不像男的 男的你要说女的说不同意 男的肯定无所谓 不同意我再走 女的吧 往往是特别难受 我也不难受 不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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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咱就 真是唱戏普看剧本 属实离谱 看大爷热情的奉上零食 咱还以为这是看上人家呢 没想到这是送客礼啊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不过一码归一码 咱大爷属实是有点自恋了啊 虽然说咱是有点钱吧 但也不是个个都是拜金势力的人 相亲才见了第一面 咱说演员相中了 可不代表人家就想嫁的为奇了啊 上次也说能给什么对方存60万块钱 对 现在还是这个想法吗 这个东西不变 你这60万块钱是怎么个存的 连儿在期以后得过一段时间 不能马上就给他不行 我可以写他的名 写我的名也可以连儿写在一块 你每个月有决业习 就每个月结这个两千道块钱 你可以结习一些 就是你的钱了 一年是两万多 这两万多 一年的利息 对 就是这个钱60万不动 不动 等我没了以后呢 这钱就是他的了 我这么做啥好处呢 就能稳定他的习 他不冲我的人 他还得从这个钱的面 努力去伺候我 照顾我 你总说伺候 我觉得伺候这个感觉不太好 因为你找的是伴儿 不得一定是相互照顾吗 对 所以说他呢 能够更好地照顾我 他这都照顾你 你这都不也得照顾他吗 我也不是拿你当丫鬟 能当保姆来用 我等到可能80岁的时候吧 我走路可能就要攻着背 甚至竹拐杖了 就是旁边有一个身体 比较好的女人 她帮着你 你说那得差多少啊 这不是刺我 那是扶刺我 或者帮着我了 等他有什么事 有病了 或者什么事 那我也得刺务他呀 并且把我的生活费 已经抢给他 我如果没了以后 他照顾我也很好 我们俩感情也很好 我这屋子就给他呗 我这东西就给他呗 上次相亲结束过后 童娘还是想确定一下大爷的想法 毕竟这60万可不是说着完蛋 没想到咱大哥早已经是深思处虑了 将还是老的了 指定不会把这么大一笔钱交给人家 为的是拴住人家的心 也为了自己安心 只要余生把咱大哥伺候到老 将来的一切都是你的 这听着咱都想心动了啊 就是后悔可惜咱是个男儿身啊 找伴吧 或者我在登这个节目的时候吧 我并不是给谁画饼 用金钱来去虚货这些事 因为这么做一个是不道德 拾去自己的道德底线 既然我能站在这个镜头面前说话了 肯定这就不是瞎说的事了 要对人负责任 就是说我想找一个自己称心的爱人 你得有这种经济实力你才能去做 咱现在能开多少啊 推药金 最近4000块钱开钱没问题了 咱之前是有造纸厂是不是啊 开过造纸厂 对对对 造纸厂开了多久了 20年了 多大不应了 整个面积将近是5000 年产量1万吨左右 有一定积蓄 我的资产损缺数目 肯定我不能和大家说 因为这是个公共产 我说我可以财富自由 我居住可以自由 我旅行可以自由 我购物可以自由 有这个把握哈 对啊 找老伴啥的衣食无忧 能确保 对能确保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为了让接下来的相亲嘉宾安心 也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 咱大爷也是对着镜头 像千千万万观众老爷表示 自己绝对不是在给人画大饼 也不是在吹牛皮说大话 自己年轻时也是开大厂子的老板 到现在积攒下来的棺材本 也不是咱能比得上的 就是把肚子放进心的吧 今天你说我都是那啥都不呆的 他不行他到冬天了 我让我给他找 我说你烧个炉去啊 离家还挺近的 我都给他问好了 不去 就是到十一月份就啥也不干 一直到来年的五月份吧 家暴都是因为干活啥的 就是我说的管的他不服 剪了我俩操起来他就该动手 那时候小时候一打仗 孩子吓好哭完 因为妈你别打我妈 你别打我妈 完了不到因为啥我就想起来了早上 完了他又要打我 我就小儿子就寄眼了 从打我寄事你就打我妈 这回我大了 你打我妈就不好使 头半辈子真是的 你就是哎呀 中打总闹我还耐累 还受穷 还没想着福 真是黄莲树上挂苦我 一个更比一个苦啊 生了孩子前丈夫是言听计从 但是有了儿子后 前夫的狐狸尾巴是终究藏不住的 碰见啥大事小事动不动就跟大姐急眼 要说男人不能干啥丢脸事 手当其冲就是不能打女人 最后咱大姐也是把刀劈砖说断就断 日子过不成了这回离了也罢 这都有啥爱好文 这看看这屋能知道了 这屋你看大哥喜欢啥 你看我喜欢啥 你能看着吗 看咱俩有没有同样的爱好 或者兴趣 喜欢唱歌 为啥时候说呢 这不是那什么吗 大音响 对呀 大哥是喜欢听歌 这个我这个不是说咱们蹭卡拉OK 这不是说那个广场用那个 这是一种发烧设备 能变声的那种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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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高保证不能变声 变声就不是那个真正的发烧音乐了 大姐不懂哪发烧音乐 不懂 他不懂 他第一句话我也听没 他不懂 真不懂 他说唱歌的 而是比较专业的音乐就知道 第一句话说啥呢 他说你这歌专上唱歌的 他不懂 就是想听什么歌就点什么歌呗 不是点 他有叠 叠片 必须靠叠子 咱们最典型的发烧音片 这就是最原始的 像这个蔡琴呢 听说过吧 蔡琴人很有名的 蔡琴像邓丽君 像韩宝仪他们 他演员咋样 他那个介绍这些东西啊 我就感觉这年龄太大了 就有点嘴碎你知道吗 大哥听过这个吗 我不太喜欢现在 这个什么歌举唱的 他可能欣赏了吧 咱看这门亲事也是话头摇头 没救了啊 毕竟咱大爷的择偶要求确实是高 这六十万的巨款可不是那么容易能得到手的 大爷大姐两人一见面 大姐才张口开口说了一起句话 咱大爷听了就不乐意了 直言大姐不懂自己的内心 一旁的大爷正请不去高昂的 介绍起自己喜欢的明星 另一旁的大姐却听得云里雾里十发愣 十年那个得二十多年 这个得也得二十来年 咱不是开我之前做过生意吗 而且咱现在开的也多 现在开四千是不是 那怎么穿这么节省呢 这就啥人家生活品位不太一样 不能说我品位多高 就是最大能够科学性的生活了 咋个科学性 你穿这衣服因为你衬衣吧 尤其是衬衣 它跟你身体都已经非常随和了 就觉得这是你穿出来的 对 然后那个不舍得扔 不舍得扔 就是有你之前咋身上的味道啊 还啥呀 不是味道 它就是身上这一块 你穿新衣服 它的化线肯定经过 这个漂洗添加这些容的爱东西 对人体是有伤害的 你不爱买新衣服 不爱穿新衣服 就喜欢穿旧衣服 对对对 衣服啊都经过几次洗 或者伸长穿 但是我不是换啥衣服 不是换新的 你不接受 我感觉我跟大哥就是 观点啥的都不一样 就你 我听你听我的歌曲 第一件事 我就能知道你不接受 咱俩在生活观念上 一点都不一样 对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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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